来关注各报的方面头条 新洲日报关注的是 财政部秘书长拿督左汉表示 针对信息有补贴机制落实之后 RUN95的价格将会上涨 不过天油机制还没有完善 政府不排除用大马卡或者是电子钱包 也有可能采用某种特定形式的扣账卡 新海侠时报关注的是 交通部长陆兆福和内贸部长拿督 阿米站保证 一旦提高最低薪金并调高含糖饮料税 不会导致商品的价格和公共交通的票价取价 其中一个因素是 运输业已经支付更高的工资 因此最低薪金的调整不会影响他们 南洋商报关注的则是 中总创商联合会和中小型企业工会 要求政府检讨或者是暂缓有关 强制非公民缴纳公积金仪式 他们指出 2025年财政计算案宣布之前 并没有咨询过许多商会和工商组织的意见 因此他们认为 政府应该先暂缓两年 和工商界充分的协调之后 才重新斟酌是否落实这项选策 半个焦点 比利仪宝昨天上午传出了轰然巨像 导致当地的居民感到震惊 更令人诧异的是 六年前也曾经传出这种神秘的巨像 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中国报道 昨天最上最响传遍了以保多个地区 有不少人议论纷纷 比利州总庭长拿督阿基兹发文告表示 警方检查了污辱禁打警察 普通组 北旅集 发现有关基地 没有进行任何爆炸试验 此外 土地和矿物局也证实 昨天上午没有进行诈实活动 另一边想 以保肖整齐同样是表示不知道 那是什么声音 五国女双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需要充足地休息 以便找回最佳状态 因此国家羽球教练总监雷希 准备让他们放弃一战赛事 雷希指出 乐地组合自从8月巴黎奥运以来 已经连续出征六战比赛 可能已经出现心理疲劳 所以 如果他们想要放弃 其中一战的比赛 他不会反对 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减轻压力 恢复火力 由于乐地组合几乎锁定了 12月11号到15号 杭州年终总决赛的资格 所以他们可能可以选择跳过 日本雄本大势赛 如此一来 乐地就有四个星期的休息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